就是下面这个大家一定要去明白啊 第一个获取 也就是说你中括号里面如果写的是 爱他的话 他是获取你当前这个数字当中 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元素的个数啊 对吧 就数一数有多当前有多少个元素就可以了 然后你如果想获取单个元素的长度 也就是比如说我这里面存了五个字符串 我想去获取第三个字符串的长度 那中括号里面的话 其实就写的是对应的这个下标 对就是写的是这个下标啊 也就写的是二啊 比如说第三个字符串 那就是下标为二的这样的一个元素的一个获取方式啊 这是啊这是这两个 大家一定要去明白啊 他的一个写法啊 其实这个我就不给大家去写例子了 大家自己来去做操作 你看只不过在这样的话 大家一定要明白 我们每一次使用这个Dollar符 再去引用统计完成之后的话 他最终呢 是不是会给我用户是反馈的 反馈过来是不是一个结果啊 对吧 既然是反馈一个结果的话 我是不是对于这个结果 我也可以去声明一个 是不是新的变量 是不是来接收这个结果啊 对吧 最后我去输出这个变量就可以了啊 两种方法 你直接输出也行 或者你再去单独声明个变量 也是可以的啊 也是可以的 这个啊 这个是要大家去明白啊 他的一个写法啊 这是我们所说数组的第一种啊 第一种声明方式啊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模块啊 就是刚才我说 等我回过来再看啊 大家去想一下 对于数组当中 每一个元素的获取的时候 我们说是不是通过下标 是不是来进行的 对吧 那我当前的话 我在 我在像一个数字里边去 存数据的时候的话 我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谁啊 是不是通过下标啊 对吧 也就是说 比如说 我想把我第一个位置上 存个数 我给大家存个1 那我是不是接触这个下标 是不是也可以实现啊 对吧 通过下标来进行 复制的一个操作 这个其实就是第二种 数组的一种声明方式 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下标 来进行实现的啊 找到下标之后的话 然后来进行一个复制啊 我们来去看一下啊 当前他定的一个操作啊 比如说啊 我在这直接来去 来去写这个案例啊 有这卡的 我换一个 我换一个脚本里面啊 我们好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VI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速度 这个是2点 我们的这个SH啊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 当前写上这个警号 感叹号 然后反斜钢 并反斜钢 我们的这个代史啊 接着之后的话 大家来看啊 我这儿先写上 我的这个数字的名字 比如说叫做一个AR AR的话 大家去想一下 我们说第一个元素的话 是怎么去获取到的 是不是数字名 是不是中括号 括号里面说写谁来着 是不是下标 是不是0啊 对吧 比如说第一个的话 我给他附了一个值 然后呢 我就附了一个 我随便来一个啊 比如说是 看拿名字来说吧 我附了一个张三 这是我的第一个元素 是不是获取了 也就负完值了 对吧 那我接下来的话 我对这个数字的话 进行第二个元素的一个 值的一个添加 是不是就是AR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中括号的话 是1 对吧 然后等于 然后在这儿的话 我们说是 我这儿写一个比4 然后呢 我再后 也就是说 我再对于第三个元素的添加 是不是就写上这个AR 然后中括里边 写上谁来着 是吧 2 对吧 因为第三个元素 它的下标就是2 然后等于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再来一个 我们的这个皇5啊 我就写这么多吧 你看 我在这儿写的这个啊 我在这儿写的这种操作 它等同于谁来着 它其实相当于就是 我们是不是等同于就是AR 然后是不是等于什么来着 是不是小括号块钱 里面是不是写的是谁来着 是不是张三 然后李四 我这儿少引号了啊 也就是说是 是不是就是李四 然后再有一个谁来着 是不是王五 对吧 你看我们说之前 在去讲的时候的话 我们说是一次性 把我们这个数据 是不是全部给添加进来啊 对吧 第二种生命数的话 我们说是根据它的下标 向我的这个数组当中 来进行一个 复值的一个操作 作业操作 那在这儿的话啊 我比如说我把这儿给删了啊 我把这儿给删了啊 我使用大家去这个中音了啊 它其实就等同于我们刚才的这种写法啊 那在这儿说的话 我说了啊 咱来输出一下这个数组当中 所有的元素 那我在这儿怎么来写啊 BC抽 然后呢 $大括号块钱 里面写什么来着 什么呀啊 然后写上一个 是不是中括号 是不是at写一个at括号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这样的话就把我们数组当中 所有的元素都给输出出来的啊 ESC 然后方号wk 我们的这个感能号啊 然后咱去编一下 反鞋钢bin 反鞋钢我们的这个bis 然后数组2点 我们的这个sh 然后b 你发现是不是把这个数组里面 元素是不是给输出出来了 对吧 这是第二种方式啊 不推荐大家来去使用啊 比较麻烦啊 特别你比如说存个数据过多的话 你是不是一个一个是比较麻烦的 对吧 这个啊 也就是说是知道啊 有这种写法就可以了啊 就是根据他的这个下标来进行复制的一个操作 复制完成之后的话 Ig5这个数组其实也是声明出来了啊 这是啊 这是数组的这个声明的两种格式啊 推荐使用第一种 是用这个小括号啊 来实现的啊 这是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也就是当前的 当前他的一个写法啊 数字的一个写法 我把这给推出来啊 好 这是啊 这是有关我们数组的操作啊 在数组操作这一块的话啊 他的格式比较多 大家一定要去明白啊 每一个语法格式的话 他最终求出来的这个结果是做什么的啊 这是对于数组的啊 数组一个操作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数组当中啊 也就是说这个注释啊 这个注释的话 它其实相当就是解释说明的一个作用啊 相当就是我们所说就是标注或者备注啊 在数组脚本当中的话 我们注释的话 它是以警号来进行开头的 警号后面的话 就写到我要注释的内容 或者要标注的内容啊 但是在警号后面写的任何的信息的话 它都会被我们的这个解析器给忽略掉的 原因之一 我在执行脚本的时候的话 我说不用去执行我警号后面所写的内容啊 对吧 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帮助说明的一个作用啊 在脚本里面的话 大家需要去注意 它是没有多行注释的啊 也就是说只能是三行注释 你如果比如说想注释 比如三行的内容 那你在每一行前面都要去加上一个警号啊 加上一个警号 大家就记个警号是注释两个字 写个警 然后冒号注释两个字就行了啊 其他都不用去接警号啊 代表是注释的意思啊 警号啊 警号代表是注释的意思 你看在这的话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啊 比如说当前在这个里面啊 我们简单的啊 简单去 我去我单独写个脚本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注释啊 注释点我们的这个SH 加之后的话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行 警号感套 然后反写到 并反写到办事啊 这个可不是注释啊 你可不要想说 这是不是也是注释啊 这不是的啊 人家是警号感套 人家俩人是固定搭配的啊 你可不能说第一行也是注释的内容啊 可不是的啊 你看比如说这时候的话啊 我在这添加一条注释啊 也就是说 这时候来就说 下面啊 也就是说是 下面是一个输出啊 我简单去写一下啊 输出 下面是一个输出语句啊 那在这的话 你看我们来去写一下啊 就去写一个 EC的时候咱还输出 Hello我的吧 H-E-R-R-O 然后多号 W-R-R-O-D 你看我在去印 那相当于我在去印成这个脚本说的话 我后面 是不是这句话 是不是就是给忽略掉了 对吧 它只是起到了一个解释说明的作用啊 比如说对我们的某一个语句块 或者某一种写法 我害怕以后 比如说忘了之后 我可以在这去添加一个备注信息 知道啊 这个语句块 或者比如说 这个模块 它是做什么的啊 你这样说的话 我们来看啊 我ESC退出一下 然后冒号 当做Q 我们的这个感叹号啊 然后去编一下反歇钢病 反歇钢我们的这个 Bash 然后是注释点 我们的这个 SH 走 现在是不是最终 是不是只输出了 这个Hello我的 对吧 这其实就是注释的一个作用啊 它只是起到了解释说解释说明 我的办事解析器 再去解析脚本时候的话 自动的就把后边内容给忽略掉了啊 这是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 也就是当前 它的这个啊 这个注释的啊 注释的一个使用啊 这个在里面只有单行注释啊 警号 如果你要去直加多行的话 那就每一行前面都加一个警号啊 这是啊 这是注释的内容啊 下面这一块的话 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啊 SH要基本的这个啊 运算符了啊 在运算符 在这儿不用去记啊 不用去记 等一会咱说到一个模块 再来去啊 去描述 再记每个模块就可以了 这个不用去记的啊 也就是说在我们SH要当中的话啊 它的运算符的话 总共分为是五大类的 第一个的话就是啊 算数运算符啊 这算运算符的话 其实是最为好理解的 就是加减乘出这些运算啊 当然说这些运算之外的话 还有一些其他的啊 其他一些特殊符号啊 大家要去明白啊 等待一会想到再说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 关系运算符啊 关系运算符 然后第三个是属于这个布尔运算符啊 这个布尔的话可能也是大家第一次去听说啊 还有就是斯福串运算符以及我们的这个文件测试运算符啊 这是就是整个运算符在SH要当中它的一个运算符的一个构成啊 这个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先来看我们的第一个啊 就咱的这个算术运算符啊 算术运算符的话 它其实最基本的一个操作就是为了完成我的计算的啊 计算的 只不过在算术运算符这一块的话 对于数值的一个计算 在我们的这个脚本当中啊 有多种方式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方式啊 第一种方式的话就说 对于脚本里面在进行计算过程当中的话 需要去借助一个表达式计算工具 这个工具的话就叫做EXPR啊 EXPR的话就是通过这个 你可以理解的它就是一个指令啊 像指令一样去帮助我们来去完成 对应的这个数值的啊 数值的一个运算 使它的话就是能够完成对我们某个表达式的一个 求值的啊 求值的一个操作啊 像我们最常见的加减乘除啊 都是通过它来进行帮助我们去实现的啊 这是EXPR在这的话 我们先把它给引入进来啊 它是一个表达式的计算工具 比如说我给了一个数学表达式 然后呢 交给我的这个EXPR来进行计算的一个操作啊 只不过在去使用EXPR计算的过程当中的话啊 它的格式是有要求的啊 对于EXPR这个表达式的一个计算的话啊 它是需要用我们的这个反引号给引起来的啊 这不是单引号啊 是反引号 反引号在哪呢啊 你的ESC键的下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它和我们的那个布朗号是不是在同一个按键上呢 对吧 也就是说这个啊 也就EXPR这个表达式的工具啊 这个表达式需要用反引号啊 反引号吧给包裹起来的啊 而且对于EXPR在对我们表达式做计算的时候的话啊 中间的空格也是有要求的 你不能写个EXPR 然后中间什么空格都没有 直接写二加二 它会给你报错的 而且注意点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EXPR在做运算的时候 包括我们的这个数值与符号之间 也是要保持的是有我们的这个空格的啊 它对于格式上的要求是非常 也就是说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写法的啊 多一个空格啊 多一个空格还好啊 少一个空格就不行了啊 这是啊 这是它的这个啊 它的这个工具的一个使用啊 大家先下课